有看到get location對不對 實際上就這一行程式 這行程式裡面的話會有要還要再寫兩個方法 一個是 loc success 有沒有如果成功的話 如果是失敗的話有沒有loc location fail就是 成功執行這一個 失敗執行這一個所以基本上 這邊其實是應該講起來 應該會有三個方法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記得要三個 一起call 而且你不能夠只有改一個 剛剛同學有問到這個部分 我們就來 那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如果成功的話 他就是怎麼樣呢 把 這兩個經緯度 緯度跟精度 塞到哪邊呢塞到原件 那這個原件在哪裡 其實剛剛有給各位看過 就是塞到什麼 塞到 打卡呢就新增頁面裡面的 應該是這個 跟這個有沒有看到 塞進來 所以將來會在這邊看到塞進來 會看到 有沒有 如果說失敗的話因為我們在頁面上現在是沒有 他會有GPS 另外他也會怎麼樣 幫我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將來可以用 最後 Return True 如果失敗的話 他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一個message 一個訊息 用那個什麼alent 就是我們剛剛看看到的嘛 就是 我點下來 有沒有 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 這個alent的訊息 有沒有 無法取得GPS 因為我現在在網頁上面 但是在手機上 就不會 這個問題 剛好同學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如果說將來你要修改 比如說在顯示地圖的時候 他現在是以什麼 以那個 浦里的 算什麼 浦里正公所 為中心嘛 但是如果將來你希望怎麼樣 不要是以浦里正公所為中心 而是以你現在GPS 為中心的話 那你要怎麼改 其實 非常的簡單 只要加一行 就好了 加在哪裡呢 加在 這個頁面 當他什麼 Page Show的時候 去取得GPS就好了 把GPS抓到 放進來不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你直接怎麼樣呢 當這個Page Show的時候 就剛改了一下基本上就是直接 把這邊這個地方 當這個Page Show 當原來有個GateMap 除了GateMap之外 你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可以 加上 加上一個什麼呢 也Gate Location Gate Location 我們有個GPS 我們有個GPS 有個GPS 我們有個GPS 的地方 我們有個GPS